新冠疫情使得全美的失业率盘升 不少人因此面临着付不出房租的窘境 对此 休敦地区的成文律师接受本台的专访 和民众分享这方面的法律薪知 以及面对这种情形 民众该如何与房主商榷的方法 请看记者的详细报道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 面对一些民众失业的问题 他们要怎么样付他们的房租 然后怎么样付他们生活费 在这部分有没有什么法规 可以建议给这些可能这阵子的失业 然后面临租金付不出来的人的一些建议呢 现在来看联邦政府已经通过了 包括两会 国会和国会 已经通过了一些救济的这个法案 但是呢 Paycheck 还是没有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到每个人手中 那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由于在居家令而丢了工作 或者是说薪水减少 那付房租的话呢 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困难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就要看申请这个个人 或者是这个企业组和自己的房东 要去商量 谈出来一个解决办法 这个解决办法 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 属于一种不可抗力 所以呢 可以因此呢 向房东去做一个谈判 但是虽然是不可抗力 作为房客来说 不付房租 这也是一个违约的事实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房客要去谈判 也要就是说本着和房东 一起来解决问题的态度 去谈出来几个方案 那有这几个方案 大家可以考虑 第一个呢 就是把自己已经交的这个deported 也就是投期押金 拿出来先抵补一两个月的这种房租 当然每个人的合同不一样 就是lease不一样 可能押金押的这个数额 是一个月的还是两个月的 或三个月的不太一样 那每个人看情况来 也就是说可以起码现在 给房东一个满足 就是房东的这个现金流的需要吧 那还有就是可以和房东谈判 说我延期支付这个房租 因为现在整个美国 几乎都是shut down的状态 那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就是一时半会儿的 可能不能回到工作岗位 来正常工作 那个paycheck可能也是拿不到 所以呢有一段时间的困难 但是不管是从州政府也好 还是联邦政府也好 这个我昨天刚看到州政府的 我们德州州政府的一个新闻 州长说他下星期 要签署一个命令 是不是来考虑 恢复部分的生意 让部分的生意来恢复正常 这时候呢 有些人也许可以复工 那整个全美的话呢 现在还没有类似的说法 不过呢 好像这一两天 白宫那边也是说 在考虑什么时间 全国范围内的复工 他们在深重的来考虑这个问题 来做这个决定 来就是说 这个复工呢 可能也在不久的将来 可能会发生 那这个时候呢 所以可以给房东谈判一下 在复工以后 这个房租再复过来 也就是说 先延期支付一下 也许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 由于延期付了这个房 由于就是说 房东和房客同意延期付这个房租 这也就是实际上改变了 原来类似 原来合约的这种条款 那可能需要重新 拟草 起草一个新的这种租约 去反映这个延期支付 这个房租的问题 包括刚才我讲的 用这个deposit 也就是押金来 抵补这几个月的房租 这些问题 也都是说 对于原来租约的一个改变 可能需要 再去重新签署一个新的租约 来反映这些情况 那这是两个解决办法 当然了 这个假如说 房东经济能力还可以 也比较仁慈 那么也许可以要求房东 去减少一部分房租 就在这几个月困难的时候 大家都是居家令 在全国实施的时候 也许可以要求房东 去考虑降低一下 这个房租的金额 那这样的话 能让房客们 能够现在 有一定的现金 能存下来去 来去买食物 或者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 那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可以把现在的租赁合同延长 这样的话 是对房东更有利的一个做法 这个房客可以拿这一种方法来作为一个 bargain power 也就是谈判手段 说要么你减少这两个月的房租 要么延长 这样的话 我自己的租约 再相应的延长一下 这个延长租约 是房东比较愿意乐见其成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谈判的手段 那最近呢 德州的最高法院 有一个命令 他们把这个驱逐房客的 这种情绪都暂停了 直到4月19号 这个法令大概是我几天前查的 这两天有没有更新 我还没有去确认 前两天他们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 驱逐个人房客的这种 法院聆讯 已经暂停到4月19号 也就是在4月19号之前 假如说房东想驱逐 因为你不付房租要驱逐 这个房客的话 这种法院的程序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大家在4月19号之前 还是安全的 当然了我还是强烈建议大家去 告诉这个房东自己的困难的现状 甚至于可以拿出来自己这个 Paycheck的记录 也就是自己公司的一些信息 说这个减少工资呀 或者是说暂时不能去工作呀 之类的这些证明 来给房东来谈出一个合适的 对两方都能接受的 这么一个新的租约条款 所以总结刚刚陈律师所说的 陈律师提到了非常多 就是租客可以去跟自己的房东 或是房东可以跟自己的房东 谈判的方法 像是延后付房租 或是用他的security deposit 来折抵他的房租 或是请去跟房东商量说 可不可以减少房租的金额 或是他们延长他们的lease 那要透过这些方法 民众可以去跟自己的房东 再进行一些协商跟一些讨论 那同时也要就是顾及到自己的权益 可能还会面临到重新签约contract的部分 那对于房租的问题 我们非常感谢陈律师跟我们的分享 那如果对于移民 无论是移民或是房租 或是这阵子跟疫情相关的法律问题 欢迎到休士顿地区 与陈律师共同商讨 我们再次谢谢陈律师 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陈律师 谢谢大家